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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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普Sport Show 我是黄丹尼 体育名人的生命故事 铁台的最新动态 健康新知都在这里 Let's start up 听好 听好了 欢迎来到悠普Sport Show 10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 快拿起手機下載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回来UVSport Show 我是黄丹宁 很多人都是会觉得自己是一个 非常专业的人 如果我能够经营这个球队 或经营这个比方说产业的话 我可以怎么做 然后大家就在那边酒憨的 有人在那边聊 你知道吗 你是讲的是没错的 但是大家都只是在那边 闲聊沙哈拉在那边打嘴炮 真正能够去管理的球 他还有很多的一些美感 很多的细节 甚至呢傍然都能够去参与的人 这个是没有这样子的人 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人请来 哇真的非常开心 也是因为最近呢 有去参与到这个产业当中 终于能够把他请到我们节目 听说他从来不参加这样子的一个访问 我今天真是余游荣烟 让我们来欢迎的是 中兴娱乐股票有限公司的营运长 刘志薇Jerik 丹尼好 各位听众还有观众嘛 是 大家好 欸我要一直拍手拍到结束为止 因为 听说很 就是您会很少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去 呃跟观众啊听众好好的去唱谈 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这样 因为都专注在 球队营运上嘛 对对对对 所以事实上 很多事情你没有做完 我们就去跟大家说明说实在有的时候也不是很恰当 是 而且很多的一些记者他就会陈寗讲的话那边 剖撕剥剪变成他自己想要讲的东西 剖出去 然后你就说我哪有这样讲的时候呢 没户那种感觉 是 所以他这个东西是蛮有趣的哦 那当然就是说您在这个体育圈是非常多 像是说之前您是伟来电视网的体育台总监 SBO伟来猎人队的总经理 还有总教练 然后呢 运动行销的总监 顾问总经理等等等等 中兴兄弟总经理跟领队 您参与的非常多的 从这个媒体到这个行政管理 他是体育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是一个对你来讲是什么样子的参与这样子 呃其实就像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前 我们在聊的 你对体育的热血 我对体育的热血 我们这样的人就是这样 我们感觉生下来就好像是为这个服务 那一天没有去关心这样的东西 我们就觉得我们生活没有意义 了解 就是我们出生地区 啊体育 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我从小到大 其实也都是感觉只做这件事情 当然这件事情 现在来讲说斜杠 好感觉我好像在做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事实上他万变不离其中啊 我们就是爱这个东西 是 那我们就是希望 这个能够在这个业界里面 对 去改变这个环境 或者提供一些更好的想法 做法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这个里面 不能讲努力了 而是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 尤其我这个年纪 哈哈哈哈 真的就是说 其实男人到哪个阶段啊 都是有那种大男孩的那种梦想 我不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 就是 因为我 我为什么叫 我会做这个优步sport show 就是我需要有自己的一个空间 能够聊自己的一个概念 对 如果说我在那个什么 咖啡厅才能醒来 我觉得说 好像没有能够跟很多人去唱台一些想法 尤其是我那个年代 其实 这个 小朋友不念书这件事情 是 完全是不能够接受的 然后体育 那时候哪有什么体育产业啊 您 您在那个学生时期 就对体育有 我书念的还不错 从小到国中 现在还不错 可是家里就是一直在我们念书嘛 我们就是反抗啊 所以可是 然后 我从小就在 说实在的 我就是在球队长大的 真的啊 我小学是排球队 国中篮球 然后一路这样子念书 都是 都是球员 其实如果你问我 我自己认为我自己是运动员出生的 真的啊 是啊 中小学你就在这个校队里面 你打过排球的这个校队 对啊 我们小学时候排球还代表国家去日本 然后 我国中的时候是篮球队 全国前 前四名 我还是 国中联赛得分王 然后 得分王 我已经变成是那个什么主公王了 因为你不是一直杀球 不是吗 那是我国中打篮球 对啊 所以国小时候你练排球再杀球 所以就用这个来做这个 我觉得就跟阿巴西一样 他不是练排球转到那个 杀球很厉害的 但是我觉得这概念就是 您小时候是对体育有兴趣 那是家人反对 您 就是说您并不是出生在体育家族里面 没有没有没有 我是军人 父亲是这个军人 所以 那时候是完全不让我去从事 这个任何的 这种校对的行为 我都是偷偷的 这个是以服从为主的家庭 你回到家是为主正做的那一种 所以 那个时候 其实就是一直在想办法 就是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是 然后 当然出了社会 当然就是自由 自由 自由了 那就一路的就是在这个业界里面 从相关的这个媒体 就是所谓的production house 是是 开始学习起 制作 然后制作也是在做体育类的相关的公司学习 在那个大学学程的时候也是学媒体相关的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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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其实真正可以 除了事情之外没有其他的这种相关的 是是 那我是念会计的 那好事啊 懂得管钱才是重点啊 其实这个都对我以后的管理上面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是是是 那我 我进入这个媒体的传播业的时候 就从摄影助理啊 是 这个导播啊 制作人啊 那转换的还蛮特殊的 就是就是投入去学习嘛 那目的是为了 我想要做体育方面的节目 真的都没有改变 都没有改变 就是从小就是 就算是军人的父亲说你好好读书 欸会计毕业了很好 欸怎么跑去当这个摄影这样 对 所以其实我跟你都一样 啊 对不对 我们的学艺里面就是留着这种 对 我不懂算术 我懂艺术 你知道吗 这种东西就是 人各有志嘛 对 但是我们能够发挥 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去投入这件事情 对 然后你比如说你从小在关心的资讯 啊 所有的东西 其实你现在回想起来 是 其实那个时候都是在学习 啊对 你那时候看的体育是什么 那当然那时候也是NBA NBA 对 那个时间 哇 那个时间真的是 90初80那时候 对对对 哇 那个时候真的超疯狂的 然后棒球来讲的话 那当然那时候中华职棒 已经是 就是刚开打 对对 然后 后来我投入到尾来之后 其实也就是负责职棒八年 就是 那个时候一个天价嘛 三年十五年 是是是 然后尾来找我去负责开台啊 负责 啊 从主 直播团队到找主播啊 是 整个频道建立起来 所以你那时候经历过七支球团 那个年代 对对 然后 各种情况 中华职棒各种情况 我们都参与在里面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都是以 呃 算是观众的角度去看 对 从记者写的文章 是 从呃 那时候有电 就是电脑里面的网路文章去看 嗯 怎么回事啊 比方说电视新闻 那报 那个 呃一些 呃谁加盟啦 谁换队啦 什么之类的 但是就是不 没有那么多比较就是内幕的消息 对 呃 其实 呃 那个都是一个 我认为那都是一个过程 是是 因为你一个职业运动的发展 它本来就是有不同的进程 对 对 你也不可能一下子所有的人 都 大家的看法观念都一致 对 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会去发生一些事情 只是这个事情 我们怎么让它变成更好 或者就是事情 我们怎么去封信控管 了解 比方说像大联盟一百年 你没有低潮吗 也是有啊 然后也是有一些 新闻事件嘛 然后有一些对立啊等等 篮球也因为 俠客的出现 那规则改变 哦 这个这个都是有一个进程 对啊 你讲到篮球 我们那时候SBO最疯狂的四年五年那个时候 嗯 刚好我就有幸参与其中嘛 诶 对对对 我那个时候的SBO是 是非常疯狂的 那时候因为CBA刚结束 可是大家对于篮球的渴望还是太大了 嗯 所以就是有SBO的一个存在 那时候您有参与到那边的一个创立或者什么 呃 那个时候 开始的时候 并不是委来这边负责的 是 那后来就是有机会委来接了一支球队 是 那时候球队就当然是 由体育台这边来管理嘛 对对对 我就负责这个球队的运营 是 那那时候我觉得那时候 譬如说玉隆啊 信安啊 智忠啊 哇塞 阿中啊 然后这个那时候达星都是小朋友啊 真的 那时候小四 小四才刚刚要出来 是是是是 我还记得 迪辉的第一场比赛 我想说哪里来的青春的霸佩这样子 真能跑 他现在的霸佩一斤 哈哈哈哈 算了算了算了 待会变成那个什么GM我北共的 然后智锋现在还在打 真的 对 太疯狂了 然后呃 那个时候台皮嘛 智杰 智杰 那时候也是刚出来 是 然后手阵啊 小哈 那时候大家的头发都是刺蝟头的年代 对对 年轻的一代就是他们 那我们这一队是比较成熟一点 是 我们当然我们主要就是譬如说 宝儿啊 齐义啊 是是是 陈辉啊 然后赖皮啊 赖国宏啊 卜里啊 大家就是中规中矩 然后就是打成绩的那一 对对对 就比较有经验啊 比较有经验的一个团队 是 那那个时候当然就每一队都有每一队的特色 那当然就是说您之前是就是 啊虽然是学会计 可是现在媒体的这个角色去做很多的工作 怎么会去想说那我就来转换 可能是不是对篮球热情 就是说还是对体育的热情 我就来接这个所谓的总经理 球队的理论 其实应该是说那个时候 球队刚刚进到我们公司的时候 可能总教练跟球队他还有一些磨合吗 是 那还有包含就那个时候球队刚进到公司里面 要去建立一些球队的文化 对 那在那个阶段 没有适当的总教练的时候 那我觉得我代表公司就是先把这个球队的文化先把它建立起来 是 那当然其实那是短期的 就是说我其实我们已经准备好就是接下来的教练团 就是那一两年我先把球队的这个整个制度啊 包括球队文化先建立起来 然后再交给接下来比较年轻的教练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教练团是准备就是嘉皇嘛 嘉皇然后大雄然后春雄那个时候的教练团 大概是这样子 那他们其实就准备接手了 那因为您对于篮球是知道的 所以就是说您在做总教练的时候 其实也是算得心应手的去跟这些选手这样去 因为我 其实我对于篮球来讲的话 其实我这个年纪的人 嗯 球界的人我们都很熟啦 因为我是从小打到大 是 我们这些PN都是从小打到大 是 所以大家什么大小比赛都常常碰到 对对对 其实大家彼此都很很清楚 所以业内的人对于我界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 其他的看法 是是是 那可能是球迷因为不认识嘛 所以会有比较多的看法 否则其实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对于篮球界也很小 对对对 那时候其实没有像这么的 对对对对对 其实像台皮的颜哥 他以前也带过我 真的惨 对啊 我小的时候 对所以我一直都说篮球界很小 对对对对对 所以 所以我去带这个球队其实就是一个过渡时期 其实是说我们希望把这个球队的文化把它建立起来 了解 然后让年轻人能够接手 文化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有些球队他是看的是战机 所以他们就是怎么凑我就是要凑到冠军 有些人就是我们慢慢培养 我们先把这个内容跟这个个性让大家知道来去支持 是不是你是比较处于后者 其实我觉得职业运动 对对对对 其实很重要是这件事情 就是说你一个团队里面 他既然叫一个团队 是 团队里面就是那如何成就一个团队 嗯 其实就是要大家都要有牺牲的精神 啊 是是 比如说你必须要有所牺牲才能够成就团队 嗯 那这个你你怎么让他的牺牲是心甘情愿的 那建立在一些信任关系 是 你信任我我信任你你信任这个公司 是 那我们大家目标一致 对 对 那基本上这个团队 嗯 就容易去建立属于他的一个文化 如果 一个团队里面 呃 就是说 呃太多的这个个人主义 是 其实不管是在哪一个团队了 了解 其实他都不是那么好处理 所以那一段过程当中你是怎么去跟 嗯 比较资深的 因为篮球院可能有这些个性体育人嘛 嗯 你怎么去跟他们勾 你带子弟兵这样的事情的一个 呃 当当时的想法 其实我觉得这也就是 呃人跟人之间都一样嘛 嗯 第一个沟通 沟通 对不对 嗯 第二个是共同语言 嗯 嗯 所谓共同语言就是说 就像我我我我我常常在讲的就是说 我跟球员之间我跟教练之间我们讲的是很容易是共同的语言 嗯 因为我们是运动员出来 啊 简单的一个动作 简单的一句话 是 其实他很清楚知道 他这个意义代表什么 这个东西 我们私底下在讲 常常讲说 其实球队有点像 就是 某一个程度他算黑社会 啊 啊 他因为他他需要有那种 应该叫兄弟会 兄弟会 兄弟会 那种感觉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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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像国外啊 大学不都是有所谓的什么兄弟会吗 fraternity 兄弟会 那种 一个house 一个house 就是他也不一定就是黑社 就是说 我们就是bonding在一起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不讲我用看的 甚至就是说 我有点牺牲 我说没关系 因为我们是兄弟 的这种感觉 对对 我讲的那个东西其实就是 他有共同的语言 没错 然后我很多事情我都知道 是 你是怎么个想法的 对对对 你这个动作其实代表的一个是 什么样的意义 对对 那这个东西有了 那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事情 嗯 你在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 嗯 其实大家的这个信任关系 就容易出来 是 这是因为毕竟您是在这个体育界 从小就很喜欢体育 也看了很多的内容 您知道说语言是什么 比方说在这个 这几十年当中 你看到很多的一些 不管是总经或者是 他们非体育出身的 他比方说是工啊 商啊其他出身 他们跟球队的这个人沟通 就会是不是有一些 隔阂还是有些状况 您对于就是说不同 产业的人进来 当然每一个人还是有 他自己的特色 跟方式去沟通 我不能说一定是运动员出来的 就一定比较好 对比方说像那个NBA 有没有 我们就看老板 有什么IBM出来的 那个Clipper那一个 很疯狂 可是他的语言可能就跟 体育界出身的可能就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很多职业运动 我们如果算美国 不管MLB或NBA 他的总经理大部分都是球员出身 哦 可是这个球员出身 他只是说 我在具备这个总经理的专业里面 对 他在这一块他是具备的 嗯 那这个东西具备了 当然你的 跟这个 所有球员或教练的语言 是容易站在同一个起跑点 是 那你如果今天是 比较 是属于另外的专业来 譬如说你是媒体啊 或者是管理啊 这个东西 那当然不是说你不行 而是说你 你必须去也具备这样子的能力 那这个东西就是 我们刚刚讲嘛 就是 现在讲究的是斜杠 斜杠的意思是什么 其实我不认为 我其实就是一个整合嘛 你整合你要具备不同的能力 你才可以去 这个管理一个团队 是啦 你开个餐厅你总不能只会做煎牛排吧 你还是要懂得喝那个煮汤啊 都才要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说实在现在的职业运动环境越来越好 我是很鼓励 就是我们现在的球员出征的 你能够多多的去学习一些其他的面向 你有那个能力的时候 其实你在这一块 事实上你是占很大的优势 因为自身上的人才未来可能只会越来越缺 就是现在很多选手 我记得以前他们接受访问 就很寡言 你知道吗 就是说 我就这样投 我努力 其实 体育是很吃人与人沟通的这件事情 当然你一个团队 你一个team 你牵扯到的这个金额这么大 你的要跟公司 就是你要怎么样在预算 怎么样在管理 怎么样在所有的规划上面 行销规划上面 你要有一套整整体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想法 或策略 这些东西当然就是属于管理方面的 你当然也要具备这样的能力 也是 那这些东西 如果我今天我是运动因素生 可是我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或是概念 那当然也是会比较吃亏的 当然 所以我讲的就是说 运动产业越来越发展的情况之下 其实这方面的人才 我觉得是还蛮缺的 是 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的往这个方向 往这个方向去走 比方说多尝试多理解 多听多经验这样子的事情 那当然就是说 在早期可能就是没有 比较少有像您这样 就是有经历不同的这种 产业的一个发展 比方说您在这个伟来之后 您就 到了其他的产业去认识 像是智林运动行销 然后还有管理工工公司的总经理 这两个对于您来讲 工作上面那段时间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发展 其实我 还是回到我自己讲 就是我一直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对 那其实我在伟来的时候 其实我对高尔夫就 有很大很大的兴趣 真的啊 在伟来的高尔夫都是我播的 因为高尔夫他算是一个 运动里面更专的一个东西 我超爱高尔夫 糟糕我们可以聊两小时 对对对对 我们如果喜欢高尔夫的人 可以聊不完 聊不完 我们就从第一栋聊起好了 对对对 那我在那个时候 喜欢上高尔夫的时候 那因为公司的主播都比较年轻 所以对高尔夫比较没有理解 你知道看高尔夫球的人 如果你完全不懂他是听不太下去的 不行啊 比方说 This is going to break a little to the left 然后就是说 那他的根就是这样 对对对对 对那种东西是 而且他有很多判断 有很多对于高尔夫的历史等等这些事情 那我那时候喜欢上高尔夫 我就蛮专严在高尔夫上面 所以在离开我来之后 其实我就去 去创了一个 跟在自力运动行销 去创了一个叫社会人 业余高尔夫排比赛 就是让一些业余人士 他真正有一个很正式的比赛 可以去衔接到这个长春职业的这一块 素人都可以参加 对对对对 可是当然你必须是打到一个程度 那难怪我没有参加 我所谓打到一个程度是 他有分不同阶段 那有很多台湾很厉害的高手 都来参加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式的比赛 所以大家就很多人都在这个舞台上 好好去发挥 然后紧接着可能去打这个长春的职业赛 去考试等等 所以我就在这个环节里面 也下了很多心力 然后这个比赛现在还有 已经十几年了 哇塞 那第一年成立的时候 你就是不只是赛事 你还要就是行销 你还要就是铺陈 然后还有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些他们大部分打高尔夫 打到这个程度 其实他都花很多心力 也可能高尔夫的部分 他也是有点就是说 因为打高尔夫他还是要有点时间嘛 对对对对 所以很多人都是可能是企业的主管老板 他很专严在这方面 对 然后我就全台湾这样子办比赛 就认识了很多很爱打高尔夫球的人 很多 虽然台湾的那个球场不多 那也没有所谓的这个功力的这一种 但是对于这个高尔夫爱好者 其实还是还蛮豐富的 那所以在高尔夫这块根源了一阵子之后 刚好这个中信这边他们一直在 一直一直在持续的在支持台湾的高尔夫 是是是 那时候就有请我去协助高尔夫推广的这一块事情 所以那个时间点我去从事了 就是协助中国信托在推广高尔夫的一些赛事啊 还有一些球员赞助啊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那时候才进到公司去就是协助这一块 了解所以因缘 所以从高尔夫的这一个缘分 然后进到中信的这一个集团里面去做 是是 然后慢慢又回到这个棒球这一块是吗 对那时候就是公司在阶段性的发展上面 需要可能做一些改变吧 对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有机会就去接了这个领队的工作 那等于就是刚从这个兄弟饭店接下来这个球队还是 接了两年三年之后 三年之后 我才去接就2017年嘛 2017年我才去接领队的工作 所以在那个之前我是在处理中国信托的高尔夫的事情 那转成蛮多的耶 就是从那个从排球开始 然后就慢慢的就很多的东西去做 然后篮球队的那个领队跟总教练 然后回到高尔夫也是你的兴趣 然后之后再来到棒球这一块 所以就不信邪嘛 一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到现在 真的是很多 就算是自己喜欢的事情 因为有些人他就是专一一种 可是您是 算是包那海的那种感觉 你什么什么运动 你都觉得说我就要去尝试看看这样子 你那时候其实对棒球也是很了解 棒球就是在未来的时候 一直都是在处理棒球的事情 了解 那棒球是国球啊 就是我们这种喜爱运动的人 怎么可能会不关心棒球 对对对对 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 所以就会认识很多人 也大概知道怎么去运作等等 所以你那时候接的时候 第一件当时改的事情 或者是当时您做的事情 您还记得吗 就是希望怎么样先去设定文化这件事情 还是什么 对我想 中文迅托是一个这个上市公司 很有历史的公司 那本来就有本来自己的公司文化嘛 那成立这个球队 其实当初就是因为偏乡的小朋友 那我们为了让偏乡的小朋友 这个他们有个目标 那也希望这个棒球环境更好 因为棒球这件事情可以去改变一个小朋友的未来 偏乡小朋友他如果参加了棒球 他因为棒球是一个团体的生活 没错 然后学校可以照顾他 然后我们自习中国星座慈善基金会等等 也推动了很多爱结棒 这些陪伴小朋友的这个规划 一直以来长期都在做 那事实上棒球他就是衔接这个件事情 没错而且都已经是被认证 他是可以帮助小朋友 就是离开他那个比较辛苦的环境当中 所以职棒的发展跟兄弟 中心兄弟棒球队的这个 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楷模 一个模范 让小朋友能够追寻 那这个是球队经营上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球队的所有的事情 其实他都是依据这个 违馈 对这个中心思想 这个中心思想就是我们要成为职棒界的排模 我们要让小朋友他未来有这个改变生活的这样子的一个动力 了解了解 所以当时再接着说就是说您有这样子的信念 先了解公司的这个概念价值是什么 然后当然就是说您之前有更多的一些像是媒体 甚至是篮球队的一些经验 那这些是不是你就把所有的信念灌在这个中心兄弟的这个发展上 那因为球队经营我常常开玩笑在讲 球队的经营外面看起来好像就是蛮单纯是这样的 可是事实上现在的球队经营他牵扯到行销 他牵扯到商品 牵扯到管理 牵扯到就是球队运营的一些事情 尤其是棒球他这个产业实际上他是 他是很有规模的 我必须这样讲 因为棒球跟篮球不一样 棒球是 你职棒应该在我们的观念里面职棒是中阳层的 因为你一年要打这么长的比赛 对 你这么多场比赛 所以你的球队要强 不是靠几个明星球员 他是你后面是不是后面的兵源 后面的建立是不是可以去支援这么长的一个比赛 很重要因为 篮球他一年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两个职业联盟他就是30场 然后呢棒球是120场 120场如果说未来还要比方说第6队的话 那可能又会增加的一些更多 所以选手不可能就是一直在操那几个明星球员 对而且你整体的实力 因为棒球受伤的机会很高 你投手 投手说实在 今年投的好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 谁也不晓得 因为他是一个消耗嘛 啊 不然肩膀啊 手肘啊这种伤势 如果你稍微一不注意 你稍微没有做好 强度一不够 你可能就受伤了 对 所以你 然后野手也是一样 你球的弹跳在各方面 然后你又120场跑来跑去 你休息的时间不够 对 受伤的机率是很高的 所以你后面的backup 够不够 嗯 那其实它关乎到你整年赛季 你的成绩 是 所以在我们的建军的理念上面来讲 农场是 我们认为是相当重要的 那当然农场也包含了 就是说你的培养嘛 对 你球员的培养 这种像是国外行之有年啦 你说以大联盟来看的话 3A 2A EA 那些新人 他很多大学小学 他都是系统性的 那您在过去几年 这个中信在培养这个农场的话 他是不是也是有 慢慢想要培养出一个 自己的一个系统 这样子 其实我们在农场方面 因为毕竟台湾的农场 并不像国外那样子 有比较长的一个历史 所以我们在农场规划上面 也透过了外籍教练 那时候有我们请美国的教练来 然后也找了日本的教练 对 软银的这个农场的教练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让我们农场的建制 它是一个属于在台湾最适合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为了要在农场方面 我们是台湾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经验的人 那我们就请国外的来 那给我们一些观念 然后实质上的操作 那让我们自己可以去建立 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农场的建制 跟文化跟系统 了解 一个就是说我们的选手的一个培养 那再来就是主将的一个 一个算是炒菜人的那一种设定这样子 那当然就是说终于在今年 我们在这个林薇柱总教练的情况 我们拿到总冠军 过程当中其实是不是也会持续的 跟所谓的教练团去沟通 说我们怎么去运用我们的这些选手这样子 其实农场的培养它不只是选手 教练也是一样 教练也是要养成 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球队 他一直能够保持一个竞争度 然后我们的球员出来都是有一定的能力 所以跟教练的沟通想法上面来讲 当然总教练他在第一线 总教练的林场判断跟他的调度 我们是绝对尊重总教练 可是在农场上面以及球员的 还有包含教练的 还有包含整个球队体系的建立 那这是球团责物绑带 没错 因为林薇柱教练在之前 是在从二军的总教练做起 结果他其实曾经是突然在二军就已经有发光了 就是说日系的训练方式对他来讲 好像对于选手的一个凝聚度好像是有的 其实我们虽然薇柱是日系的 可是我们投主教练佛斯克是美国人 就是两个人 对所以其实我一直不认为所谓日系美系 因为因为他关键只有一个因人而异 因为每一个选手他适合的训练方式不一样 真的 对你要找到这个选手他适合的方式 好那每一个选手他高中进来或大学进来 他自己的心里面他自己球员都已经进到职业了 他一定有一套他自己的想法 那你这一套想法你怎么在他原来的基础上面 让他可以接受一些新的新的新的东西 然后去让他变得更好 那这个都是学问 那譬如说王健民教练来我们这里 其实他一直也在做这个事情 就是在跟选手沟通 是是 然后你原来的机制是怎么样 那我要让你相信我给你的机制 是你可以变得更好 重点在我要让你相信 了解 因为王健民教练他自己之前也经历过这些事情 他这些调整 那可能当然有些选手他会觉得说 欸教练我认识你我尊重你 但是我想要用我自己 就变成沟通上面还是很吃一个 对譬如说郑凯文一定是自我要求很高的投手 是那他他有他的一套训练方式啊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每一个人都 都跟郑凯文的做法一样 或是跟欸你就跟着凯文这样走 就是一定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身体结构不一样 每个人对于这个 啊投球的这个体能啊 或者是说调整不一样 对所以刚才回到就是说所谓日系没事 嗯我不我是不这样认为了 我认为就是说有些事情 是他是 就是啊必须要因人而异 对啊那我们在二军有的优势 是我们有一个好的训练环境 没错那你你有了你一套的想法 或你跟教练找出一个好的 对你好的方式是 接下来重点就是你要去实践 你要去执行 你要去训练嘛 那我们有一个好的场地 有一个啊不能讲24小时吧 就是说从早到晚可以让你去test 可以让你然后教练可以陪着你 陪着你随时教练就来了 然后就陪着你去 哎呦我们大家去研究 怎么样会让你更好 所以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在中信 集团当中所有的体育当中 对于沟通这件事情 尤其对于小朋友们 嗯他要很耐心有细心 这个其实是一个理念来讲这样子 对沟通上面 然后在农场上面来讲教练会去 农场主管就就恰恰恰哥 他会去做一些规划嘛 是他会去规划 哎如果你今天是我们重点培养的选手 那你在二军的出赛数 包含你野手的打习数 对对对对 然后你这个投手的这个出这个局数 是那全年我们计划你要你要有多少量 因为你练完之后需要透过比赛 是透过比赛 那所以那你不同的角色 你可能是还要再养的球员 那你可能是有多少的出赛数 对那你现在是准备衔接到这个一军的 你随时准备要去衔接一军的 你大概出赛数是多少 那这些都有都要规划好 所以在二军的每一个PA每一个打席 每一个投球局数 其实都是要精算 那您都会去参与到吗 这个都是我们整个球团 我有一群很很棒的同事 是很棒的团队 因为你知道有些公司老板就在那边坐的 或者总经理那边坐的 给我看报表就好 可是有些人就是我一定要到现场去 我一定要去做很多的东西 建立的当下是一定要跟着 是所以我 我对不瞒您说过去几年我几乎 球队的主客场的赛事我几乎都是跟 对对对 台湾跑透透 对对对对 这个刚刚我们聊到很多您就是在于 体育的热血 然后在不同的这个平台跟工作环境 所学到的东西 然后慢慢去学以致用 在中信集团当中去发挥到 比方说跟人的沟通跟教练的沟通 跟选手的沟通等等 然后呢成立出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培养农场 终于在去年的时候 拿下了总冠军 因为每一年都是在亚军那边徘徊 当然我知道兄弟球迷是很死忠的这种 是 我们的球迷真的很棒 可是非常非常的热血 而且他们在开心的时候很开心 在亚军的时候就是像刀刺一样 我看到很多人在去年累都这样流下来 不管是说球员球迷甚至啦啦队 甚至我觉得行政单位应该就是 不只是一颗石头放下来 是说我终于把整个大楼给放下来的那种感觉 完全是就像你讲的那样 对于我来讲的话是说 拿到这个冠军是对球迷的一个交代 最重要是这样子 是 对球迷对公司的一个交代 公司这么支持这个棒球的推展 是 重视是体育的发展 那我们可以对公司的长官 对球迷做一个交代 是 我觉得这是去年的唯一的感受 是 就是 就是说我们在七年都会拿六亚 他的状况其实说只是真的只是差那么一步而已 是 其实这个七年六亚这件事情 其实他 我不是自吹自擂 可是事实上我真的感觉真的是这样子 嗯 我认为我们球队就是一个有竞争力的球 当然 对 那这个竞争力是让我们可以每年有夺冠的机会 是 那我们也会持续的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是 是 那是不是可以拿冠军这件事情 有的时候他 他需要一点体育低利人和 真的 尤其棒球是一个失败率这么高的 当然 当然 所以 呃 再加上有些有些东西他是 不能够靠训练来的 啊 那就是经验 是 那就是经验 比赛的经验 所以你 场上的主力球员 他有没有那样子的心理的 准备 嗯 他是不是有去经历过这些 了解 挫折 是 那如果经历过了 过了一关 我相信 接下来的面对 没错 是比较乐观的 我觉得这都是经验来的 不像是 这跟一日球迷那种 你只去大鲁阁打棒球练习场 然后你就说 我上去我都打比较好 这不一样哦 这个东西真的是吃 第一个你到场上去 那种氛围 不要说在客场 主场的时候 你那种热度 你会不会紧张 你会不会就是脑中 有时候会像年轻群人一片空白 对 也是会有 所以就是因为 不管是任何运动 籃球也是一样 棒球也是一样 是 在场上的 所有的临场反应 对 这些东西教练是教不来的 是 教他自己去体验 你在篮球场上 你一个 面对的防守的变化 对 然后你在棒球场上 对不对 随时投走投来的球 或者是 你要怎么去面对打者 这个一个 一个play可能就整个都变了 没错 那整个变你怎么去因应 你的心态怎么去面对 对 那这些事情 其实它都是经验 没错 因为尤其像是在 很热情的时候 篮球是这样好 你就看光哥在那边喊 球远 球迷是听不到的 欸 巴西一 巴西一 可是巴西一就是 他听不到 就要靠经验在那个当下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 终于在这么多年的磨合之下 拿到总冠军 那当然 不管在 球团啊 然后在教练啊 在这个球迷啊 球员 拉拉队等等 终于有一个放下心 可是再来就是要往二连霸前进 对 我刚刚一直提过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建军方向是非常明确 让我们保持在是一个竞争力的球队 那这个竞争力的球队 当然 不只是球队营运这一块 包含我们的行销 这些东西 它都是整体很努力的在做搭配 我刚提到我有一群很棒的 这个 队友跟团队跟同事 那大家都很 说实在的我们的球迷这么支持我们 我们怎么可能不 这个几乎是全力以赴啊 是 那最后可以拿到这个冠军 相信对大家来讲 都是一个 应该是说 对自己的一个交代 对球迷的一个交代 而且是肯定 那当然它也包含了很多就是 当中的文化 比方说有自己的主题歌 那我们的这个相关商品 然后就是主题日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在 赛季跟休赛期间 都是要持续的去发展的东西 对啊 因为行销的东西 像日本来讲 它的行销团队是有两个 所以两个是 它有一个是在准备下一个球迹 对 这么的high 对对 因为很多东西的准备 事实上你是要提早很多的 譬如说我今天 Danny我要跟你发个通告 假设 对不对 您今天相当的忙 很红 您讲我就来 对 那这个 有些人你是没有半年以上的通 你怎么可能发他呢 我了解 就像是那个跨年秀 你可能在暑假就要跟他讲了 那你有一些联名的东西 这些联名的东西 你品牌 有一些日本的品牌 你要跟他合作 那你怎么可能 两三个月跟他谈谈得了呢 那个都是要一年以上的一个准备 哇塞 所以在日本的行销团队是 它是分两个team 那当然在台湾目前还是一个team 一个team 所以我们的行销团队 那说实在是很辛苦的 是 对 他们都必须 就是抓紧时间 然后各方面的安排 包含商品啊 视觉啊 活动体验啊 然后怎么去让球迷进场啊 是 对这些东西其实 很多啦 跟杂货店一样 杂货店一样 哪天我再来访问他们 他们有一堆故事可以讲 是 那当然就是说中信 因为我们时间上 我还要聊好多东西 可是棒球 我们就会非常期待 第二 就是这一季再往下 能够二连霸跌的状况 在中信集团当中 我们慢慢发现就是 它不只是在棒球 或者您刚刚讲的高尔夫的这个培训 开始往篮球跟其他的运动走了 尤其在去年的时候 就成立了新北中信特工队 那这个当然在 我们 我那时候参与主持人 叫DEA嘛 也就是说 你现在是我们的同事啊 是是是 也是我们团队重要的议员 不敢不敢 这个不气贤 谢谢天宁哥 喂 突然讲了 割害我整个清瓶割他起来 不过就是说 当我参与到之后 我就发现 其实孤董 尤其在那个中信集团 他们对于 让年轻人去参与到 体育这件事情 是非常的 呃 就是 也不能说执着 就是说我很肯定的 是 所以他们从这个 呃 特工队产生之后 当我组织 我就发现说 欸还有一个飞母力出现了 对对 然后之后呢 从新闻的角度又听到 孤董有讲说 欸之后我可能还有不同的赛 对于这种体育跟生活跟年轻人 中信集团在您的这个眼中 他们会我们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 当然 呃在主轴上面是蛮清楚的 譬如说我们棒球 就是为了偏向小朋友 没错 希望他们棒球会改变他们的生活 嗯嗯 那在篮球方面我们主推的就是反毒 是是 那就是在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关 参与篮球的过程当中 是 让他们有些反毒的观念 是 因为最容易接触毒品的 其实就在这个年纪嘛 没错 对那飞母力来讲的话 他就更年轻了 那一般的家长对于打电动这件事情 事实上也不是太正面 啊 那我们怎么在 其实我们的电竞的这个实力 事实上是可以登上世界的舞台的 嗯 那我们怎么应用这样子的影响力 对 让这个环境可以变得更好 也就是譬如说 现在小朋友打电动这件事情 他可能不吃不喝 然后像我们的选手说实在很辛苦 练都是练到晚上 最近都连胜耶 对 可是事实上这个这个 他们在这么年轻的方 的时候就 就花这么多的时间在这 其实他也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状态 对 所以我们自己飞母力 我们在培养年轻的选手 我们有一套 我们认为他应该要跟血液结合 哦 然后可以让他们运动生命可以拉长 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努力的要去改变 要去做的事情 这个其实是蛮鲜明的 比方就是说棒球就是偏乡 然后呢 这个篮球就是antidrug 对 然后在这个电竞呢 它叫做education 对 我觉得这个很清楚啊 没错没错 而且全部加起来它其实都是一个希望培养农场这件事情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小朋友喜欢这样的东西 对这个兴趣之后 是 其实它都是团队生活 对 没错 我觉得团体生活这件事情也是我们想要推动的 因为你透过在球队或者战队 你知道怎么去跟人家沟通 没错 知道怎么去牺牲 是 那 你如果喜欢这个东西 你就可以从这里去获得东西 嗯 那这个当然对于一个人的长远的发展上面来讲 都是比较正面 是好的 因为电竞的这个 它的年限其实也不长啦 对 在年轻的过程当中 对 那我们回到这个中性特工来讲的话 就是它等于就是回到您所习惯的篮球这一块 那当初在成立在基地的时候 您就会知道说 我应该怎么做这件事情吗 呃 其实我在你们的题目里面看到就是说 嗯 好像有提到就是说 哦 现在的球队的行销啊 等等这些东西 是 应该怎么去做 对 那当然我们提到最重要就是反读的一个理念 当然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的 其实我认为现在的篮球也好 嗯 棒球也好 只要是称为职业球队 是 我觉得行销都是有相当的水准 是 你想想看 你要是行销 没有一定的水准 你真的是很早就被 唾弃掉了 对啊 网路上这个 对啊 大家球迷都好专业啊 哈哈哈哈 我每次看到说 哇塞 原来我错过了什么东西 我应该好好的 那 呃 当然本质很重要 你的球赛精彩 精不精彩 这件事情当然是重要 特工超精彩 对 我们的球风应该是球迷喜欢的球风 嗯 嗯 那当然还有所谓的就是大环境 你是顺势还是逆势 哦 你是顺势的时候 当然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 对 那你在逆势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第一个 它需要一点时间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你要知道 你要让你的本质要一定要顾好 嗯 你在逆势的时候 你的本质就更加的重要 是 对 那再来就是你在你的 顾好你的本质之后 你的行销必须要去找突破点 哦 你要去找认同感 是 对 因为行销的工具很多 行销的做法很多 跟已经都不一样 对对对 那你要在这个里面 你要去找到 你的特色跟突破点 OK 那我觉得这也是行销团队 呃 在顺势跟逆势的时候 嗯 他的想法跟观念 嗯 嗯 以及 一个支持这个球队的公司 是 他要知道说 哦 我在 不同的形式下 嗯 我怎么去看行销这件事情 了解 我要回到什么样的本质 对 尤其是像那个 我们那个中心兄弟 他是算有 知名 而且是有他的一个 历史危机的 所以大家在球名上面认同是OK 那像菲姆尼跟这个特攻队 他等于就是从丁开始的一个发展 对对对 那这个的这个行销 就是要从不同的角度 去抓新球迷 对 尤其这个特攻队在T1 他等于就是说 会台湾有球迷是比较就是 在一开始是有就是分化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就更要去怎么去抓到那个 对 你要为了整个大环境 嗯 你说实在现在有更多的球员 有这个舞台 对 那我们的年轻球员 嗯 他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赛事 有在这个舞台 是 好好的去发挥 是 好好的去提升他 嗯 那有更多的空间 你看阿巴西的进步 哇塞 这是你看得到的 对阿 而且整个家 您有想过特攻队友这么娱乐性吗 哈哈哈 从本土到洋下 你不要跟我讲 爪哥或者是马龙的事情 好不好 爪哥马龙的事情 我们可以开一集 可能还不够讲 欸我真的有跟他讲说 冷静下来 我这个一定要跟观众讲 就是有一天练球 我跟Danny在一起 然后那时候爪哥已经被 被派那个技术犯规好几次了 对 我就跟Danny讲 我说Danny 你可不可以想个办法弄个音乐 或弄个什么 想办法让 他听到这个音乐 就知道他要冷静 对 然后我就说 这个你稍等 我就跑他聊天 我说Yo man 有什么可以让你冷静的 他说Man give me some WUSA 我说WUSA你确定 你OK 我就讲整场 然后其实超有趣 超有趣 那一场好像 他唯一被判踢的是这场 反正 他永远有让我们 没有办法控制的点 对但是体育他的 他的有趣度好像就在这里 就是说 怎么讲 你会看到永远有 无法控制的事情 无法控制的事情 可是在这个球迷的角度 就是说他并不是 有时候他不是在看胜负的 他就是在看找个被插踢 这样子 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说 从行销角度 从这个球迷的角度 从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找到一些乐趣 对对 让自己去走这样子 所以新美中心特工 在这个 到目前为止 您的看法 这个球队进到这边 您算喜欢吗 滿意的 我觉得 球队在各方面来讲 我觉得是超乎进度 因为球员的努力 球员的努力 可以把这个比赛 打到让观众喜欢看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然后再加上 因为我们这个球队一开始 就是年轻的球队 那我跟教练团 跟素人 我们在讨论就是 这个球队他要呈现的东西 因为他经验就是不够 可是你怎么吸引观众进场 那就是在 你的防守的强度 跟你的态度 跟你让 这个 你必须靠防守强度 靠防守反击 来赢这个球 是 所以你球员 一到场上 你对 不管是各方面 对球的压迫 各方面的这个防守的力道 你一定要做到主 你才有机会赢球 那观众也喜欢看这样子的球赛 那很开心 但他们都有听进去 而且做的还不错 哦 从那个阿巴西 林秉胜这一种 超球之超猛 所以我们为什么找秉胜回来 因为他就是符合我们要的 是 他的防守 你看这个 已经打到中华队去了 都还认证 对啊 他那个现在是全联盟抄截 本主算是第一名的 所以我们 这个谁 秉胜 跟家豪 是我们认为在前 前场的防守上面 后场的防守 第一线的压迫上面 是 是完全是符合我们的期待 了解 那当然就是说基础好了之后 慢慢就是培养这个球 球迷球员的心态 认同 认同 那当然认同之后也要让这个 开始慢慢死忠的这个特工球迷 知道就是这个球团 特工队 不会就是几年就不见了 这样子 当然 因为这个对于很多这个 算是 网路的这种键盘手来讲 就是说他们就 想说哎呀我就看你什么时候就结束 这样子 我觉得 不太容易 因为当我发现 中心当有Commandment的时候 他就会持续到底这样子 对因为 我们也要谢谢其他的五支球队 大家共同有这样的一个看法 跟观点 来支持台湾的篮球 对 台湾篮球是沉寂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当然当然 P加做得很好 他带起了这个 是 整个篮球的风气 可是T1 他也希望创造更多的舞台 对 那更多的一个竞争力 真的是蛮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 我觉得大家的投入都是值得肯定的 包含就是说 呃 亚外这件事情 他本来就是在P1联盟是没有看得到 可是对于这种国际的接轨 亚洲篮球其实很凶猛 对 而且是很好看的 是 你就像那个海神的这个Brickman 跟我们的这个插搭地 对 这个他们是本来是国家队来这边 去展现他们的power 他们的 我们就是变成能力的来讲的话 我觉得行销上面来讲 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 当然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球风 那我们也看到海神队一个Brickman 让这支球队完全升了一个等级 嗯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 其实一开始 我相信大家都没有想到的 当然 所以你像查拉蒂这么年轻 然后你看他的防守的强度 他可以去顶老外 真的 然后他打球的一个态度 是完全符合我们球队的球风 所以这些事情其实都是 你比赛打下去之后 你才有去呈现出来 是 是 让球迷去关心 是 也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 了解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那当然就是说 希望金美中心特工跟T1 还有就是整个台湾篮球 都能够就是往好的地方发展 对对对 那现在就是准备就是在 下一个阶段 比方说中心特工的季后赛 对对 您这么忙 有多需要去跟每个单位都要去这样讨论吗 就是现在这个棒球一再也要开始了 你这个又要打到季后赛了 然后菲姆利优啊 小朋友要好好去搜一下这样子 呃我觉得我就是尽我的能力嘛 所以我说观念的沟通很重要 是是 那我一直强调我有一个很好的团队 对 那大家平常就是要知道 我们的共同想法 共同的看法是怎么样 是 那我其实就是解决问题嘛 是 没有什么问题我做来解决 可是 大家的 广州公司的文化 到球队文化的建立如果是一致的 是 是 因为很多事情它并不会 呃 并不会有太多太细的东西 它会走弯 哦 那我们只是抓到重点 然后让授权给下面 是 不同的啊 包含总教练啊 对 包含这个管理的单位 对 那当然我要跟公司负责 对 要去跟公司沟通嘛 是是是 因为公司也很多长官很关心 是是是 那我们要让他们有信心 哦 要让他们继续支持 嗯 那这也是我的工作 那你等于就是发电厂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对于体育两个字 就开始发电 然后大家都不缺电 哈哈哈 然后就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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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变成特工的那种自然电子 就是它其实就是说从一个 下面能够去在于 呃长官是安心的情况下 去做很多事情 对对对对 那我也要 我说实在我运气很好 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支持体育 是 而且非常有工艺的概念 对 权力支持的老板 或者是公司 对 这样权力支持 我可以在这边发挥 我说实在的我怎么可以 不把我的电力 了解 全部放送出来 哇塞 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让这个环境更好 那我今天我在这个位置 我有这个责任 去影响更多的时候 对 当然是要火力全开 了解 好好的去把这个环境做得更好 环境做好这件事情 当然就是说 大家球迷非常期待的 一个就是说 在球团里面的工作环境 球迷人的那个就是打球环境 然后球迷的观赏环境 都会有 包含就是说我们之前 呃我们现在的那个 中信兄弟的主场是在台中 主机棒球场 也有人一直在敲碗 就是说能不能到大巨蛋去 去杀那种黄色彩带这样子 我们很努力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但是你知道大巨蛋它牵扯的 好广啊 对 广到 再开一集再开 广到现在我们期待了 是不是可以到 今年就可以在这边 说实在现在还很难说 但是因为大巨蛋对于台湾的篮球 是不是相对重要 因为台中好像也准备要改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 尤其是职棒已经发展到 怎么大家行销 就都很有特色 比如说统一 我好喜欢统一的行销的 很在地化 是 统一雄用 什么歌啊 视觉都一样 其实大家都很努力的在做 那其实现在台湾的职业环境 最碰到的最重要一件事情 事实上是场馆 因为场馆是牵扯到 球迷进场体验 对 那现在的场馆 以棒球来讲 都是市服 先盖起来的 然后其实你要去做 大规模的这种 改啊 改啊 其实它都是需要很多 一层一层 那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局部局部的去做 可是这个东西 事实上你行销做到一个程度 最终最终你要让球迷 买票进场 嗯 就像我们喜欢去日本 或是喜欢去美国看球 嗯 你除了球赛之外 你喜欢什么 哦球场的那种氛围啊 然后 然后我进去是一个享受 对对对 对不对 下雨天我早晚不会被淋浴 对对对 所以这个东西 事实上是我们 这个台湾的运动 是发展的 这个很重要的一步 很重要 你必须往这个方面去走 是 那说实在 那现在场馆已经有限了 然后 师傅 这个 呃 跟这个球团的 这个合作 到什么样一个程度 这个都还 还要再加油了 对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说 因为大家对于这种 在有屋顶的球场上看球 然后有不同的氛围 因为有很多的沿赛 嗯 就是因为气候的问题 台湾又是一个很 有时候容易下雨的一个地方 对啊 所以现在第六队台刚 为什么在跟这个 陈金虎 嗯 那市府就承诺他 然后必须去配合这个球队的一些 云运嘛 所以这是很很重要的 因为你到了一个程度 如果你的球迷经常体验不好 是啊 啊 说实在的 台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 嗯 我觉得他们心中做的很棒 很在地化 是 可是球场的部分 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印象 嗯 就他并非像那种 像是甲子圆那种 有规模 又有那个年纪 对 台南的球场就是有年纪 可是可能就是 需要重新整顿的这样子 所以 这些是接下来球团 要继续努力的地方 了解 那包含台刚进来 您是乐观看起来这个状况 现在终于回到六支球团了这样子 我当然是非常开心啊 因为我刚讲嘛 嗯 呃 直接直接棒球的发展的进程 对 接下来是要往那个方向走 是 那你每一次球队 他的每年 嗯 除了自己赚的之外 扣掉 母公司都要支持两到三亿以上 真的 那你这个不是一个很具规模的公司 哪有办法来支持 是 这个球团 所以台刚能够进来 嗯 那我觉得对整个发展 当然是好事 对 接下来我刚刚提到的 是 那你球场的部分你怎么去 嗯 你这个球迷体验一定要强化 是 要不然你票也没办法卖贵 你也没办法透过一些消费 真的 那你打来的你的市场 当然就会受限 而且台刚就比较辛苦 觉得说他的那个篮球队在现在是学校的这个球场 可是我知道这些球队包含桃源 他们都有去规划 未来的场馆 对 对 当然就是场馆的一个盖 然后去结合生活形态 其实我觉得慢慢现在的主管阶层 有国外的这一种idea 是啊 我觉得是让球迷会值得期待的 那另一位值得期待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所谓的转播 是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看球赛的体验 有时候我们去看电视嘛 听广播 然后就是看这个一些东西 现在慢慢的有做一些改变 变成OTT的一个平台 中信之前也有就是 新闻上讲说他有自己的一个 一个概念的 那为什么会就是说想要就是做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就刚才我提到就是你要 球队的价值 你球场改善之后 你有可能提升你的价值 对 那同样的在转播也是一样 你怎么去提升你球队的价值 事实上 从以前到现在 有线电视到现在 其实一直都是靠收视率 YouTube是靠点约 其实这个是一个大过犯的一个概念 他就说 我就是跟新闻啊 我跟众议啊 一起来比较按比例来抽分 对 那体育的东西 他怎么去跟这个 这么大众的东西 在同一个基础上去比较呢 对 对不对 所以Cable也好 YouTube在我看来是同一个东西 那所以在国外来讲的话 事实上他这种 属于不能讲说小众 而是他高品质高 高成本的东西 他本来他投入的比较多 他本来就应该分级付费 一定的 对 他一定是分级付费 所以你就必须去走付费这条路 了解 那我们在两年前 就已经开始 看到这个趋势了 因为 你必须走这条路 你才能够显现你的价值 所以我们在两年前 就先把制播分离 把所有的权利做一个整合 然后把所有的东西 制作回到球团来 是 权利回到球团来 然后我们再去选择一个 能够呈现球对价值的 一个平台 了解 然后希望可以朝更好的方向 因为那个刚好也变成 就是所谓的那种 让更始终的这种 中信兄弟的球迷 能够去就是在同一个平台当中 去讲我们自己的语言 对 这是一个目的 嗯 二方面就是说 就像 我 我们在付费 我们在付Cable也好 Modi也好 或者是 这些我们是不是都是付一笔钱 可是我们有选择的权利吗 没有真的 那现在其实我们就是让球迷 让一般的观众 或者是球迷 他有选择的权利吗 了解 我今天同样 譬如说我是600块 700块 800块 你个人有个人不同的预算 是是 那你今天你在你的影音娱乐 或者是你在运动选择上面 是 你愿意花多少钱 嗯嗯嗯 去支持 或者是来看 对 那你如果只想看比赛 那你可以看Cable TV 是 如果你想要有更多的 知道球团的 对 一些内幕行销 互动 那你可以选择Twitch 那你会花多少钱 这件事情完全是在你个人 你觉得 当然当然 就是如果我是非常始终 我想要听那个主播 一直在 搅其他球队 为我们加油那一种 我就可以听得很爽 是 因为当然在大众付费 一定是中立的嘛 对对 两边都讲好 可是像我们在国外看球 那是不一样的 对 我在洛杉矶 那个Chicago来 我当然是 你知道都会有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认同感 共鸣感 共鸣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我觉得是非常有 有它的一个价值的 甚至未来它是5G的一个世界 没错 我带了那一个VR 我就可以在那个球场 我住在那个Passion Sister旁边 我就 没错啊 我就愿意多付点钱 是 所以钱是在消费者手里 是 可是我怎么去选择 那是你提供什么样东西出来 是 所以这个概念事实上是 也就是现在的OTT付费的这个概念 了解 那过往来讲的话 Cable 错过了所谓分级付费的那个阶段 但是到了OTT 它事实上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可以看 国外的包含 Fox 或者是像Disney Plus 在以往Cable是没有办法经营 可是它现在为什么回到台湾的市场 因为它是走Disney Plus 它走付费的这个东西回来 它才有办法去支持高品质 高成本的内容 对 因为它是消费者直接付费 而且它的IP其实很鲜明 所以概念是一样的 了解 那当然就是说从这个消费体验 然后实际的消费体验 就是线上观赏的消费体验 然后在就是球团的经营是越来越完整 那当然就是说在中信集团当中 可能我们再去看到就是 它不只是 只在这几个赛事去进行 它慢慢会去发展到不同的东西 就是说在于 呃 古董的这个想法之下 体育跟民众 尤其对年轻人的接触 是不是会越来越广 一定是越来越广 是 对因为 在国外来讲 体育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看球是生活一部分 真的真的 运动是生活的一部分 而且他们不只看一两种 就是这个 这个认同的理念 或者是城市 或者是集团 它所有的东西 我都会想支持 是 所以我们刚才又回到刚才讲的 如果你要让球迷或者是让一般的观众 愿意去接触体育 除了他自己从事的一些 让身体更好的一些运动之外 是 那看球的体验 关心 认同 是 这些东西其实都在整个运动的范围 是 运动及生活 真的 运动及生活是我们最想要的一件事情 真的 我们这种体育狂 对 事实上我们已经彻底在执行这件事情 是 可是事实上我们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影响更多 当然 因为它带给大家的一些正面认同 对 团队生活 是 以及对于 不管是城市的认同 是 或者国家认同 嗯 因为球队 其实它都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影响 而且它很容易crossover 对 体育跟艺术 体育跟音乐 体育跟表演 体育跟 很多耶 对啊 所以这种东西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topic 可以去让民众更接触 是 做这样的东西 对公司一直支持 这样子的一个走向 是 对那 我说 我说过的时候事实上是 我们是很有 运气很好 嗯 可以 可以 我们自己想做这个事情 是 然后又可以 在公司的支持下 就是全力去推动 这样的东西 是 那同时这边也会变成一个 也算是说企业的榜样 就是 如果说我这个企业突然想要投入到体育 因为现在体育的政策慢慢的在越来越火化 就是 那中信的这个我们可以参考怎么做 帮助台湾更火化 对 一个老大哥的榜样 也不敢讲 就是大家一起努力 是 我们可以做的 我们可以做的 在公司的支持下 我们可以做我们就努力去突破 是 努力去进步 是 那可以带领这个环境去慢慢的往好的方向去做一些改变 了解 我觉得这个想法是万变不离其中 是 我觉得不管是公司也好 我个人也好 我们就是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 从您小时候对于体育的热情 家里的反对 我们节目最后其实就是要问问这个 这位哥啊 就是您现在已经变成了是一个集团的 中年人 发电机 也不说中年人 我们这可是核能的这一种概念 您一路看下来就是 不管你是在媒体当教练 然后当这个领队 然后现在的这个营运长看很多 甚至还未来有很多 您一定有很多的想法 体育队影来讲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 它是在 就像学艺一样 它是分不开的 我觉得我自己个人 我私底下常常也回首这件事情 就是说 我到底 从以前到现在去做了任何的选择跟决定 当下是在 是怎么去做这个决定 那当然这个也跟你个性实 是 可是它回头想想就是说 你义无反顾 在每一个阶段去做不够 不做 不留后路的 就不后悔 对对不后悔的事情 然后去做 所以 它 才能够让我有很多斜杠的机会 就是 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其实到最后 现在 对我都是相当有用的 了解 我做的每一个阶段的事情 其实 为什么 那为什么对我现在都很有用 事实上 它就是 我的想法就是 我希望让这个环境更好 这是我们喜爱的东西 对 这是我们学艺的东西 所以我去学这个东西 我去努力这个东西 其实 我是自己想要的 了解 那至于在那个阶段 有没有想到说 后面会怎么样 从来没想过 这也是我们体育人的 会有一些感想 前前座我再说吧 对 就从来没想过 对对对 那它就是顺理成章的 或者是说我们的努力 然后有人感受到 或者是他感受到我们的热情 那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了解 那我相信 我们这样的人很多 影响到更多这样子 一起来参与 对那我相信 那这个我们台湾的 这方面的环境 就会越来越好 了解 那这个东西好 对整个社会当然是好的 因为运动 体育就是这么热情 这么正面的东西 对不对 我们今天一到了球场上去 哪有什么 对不对 敌对当然你死我 可是下来的时候 下来的时候 大家都是一个team 一个团队 是 对那那种感觉 说实在是相当棒的 那真的是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智慧哥 不只是在这个中信兄弟 就是人认同这个农场的培育 他本身就是个农场 也在培养新的人 对 我说过我的团队相当好 我看到他们就是 一步一步的 就是 能够达到共同的理念 嗯 往这个方面一起距离 是 非常棒 当然了也非常开心 黄代理在这个 中信兄弟体育的这条路上 有幸能够参与到 感谢感谢 有任何需要 真的别客气 因为我真的 越参与到中信集团的 这样的体育的发展 我觉得 越开心 是 因为这种感觉就是说 它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发展 没错 谢谢 谢谢 对你能够来帮忙 谢谢 当然也非常的开心 我们的营运长这位 这位哥能够来我们节目现场 希望 中信集团 不管是任何球队 还有任何的发展 都能够一路顺遂 帮助台湾的这些小朋友们 能够找到自己最喜欢的路 没错 让自己有目标 学到任何东西就是为了台湾 为了自己好 这样子 没错 非常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您说的是UVX博社 我是黄大利 我们待会上回来